字幕提供 我們講職場秘笈其實是講過很多次 講見工的 但見工這件事是講不完的 這件事太重要了 很重要 你能否獲得一份工作 其实是第一步你和将来的上司建立关系的最重要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是第一印象之后只有一次 第二次见到这就是第二印象 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你 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我又聘请人了 见了一批人 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雇主都会问这个问题 命中率非常高 你被问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或者优点 接着说你的缺点在哪里 我发觉挺搞笑的 那些现在十来二十岁二十多岁的 八十后或者七十后 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倾向非常老实 老实到一个地步 他回答你的优点 他和工作是完全无关的优点 即是怎样呢 例如说我觉得我的优点在 例如我玩一些游戏机 玩得好 真是会有人这样回答你 打拼杰暴定手 然后 大哥我现在请拳手 最少你不是游戏机公司 我又不是游戏机公司 例如你很拼得走 他说不关事 你觉得这个很离谱的答案 我戒女很英俊 比如说有些人就答我 我个人就比较随和 就得忍 这件事也和你的工作未必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你的优点就必须要见公 老友你见公 你的优点 你说出来可以在听的雇主来说是缺点的 是呀 你说我最聪明就认识那些未有父子夫的 那你死定了 那你未来讨论 死定了 但是譬如说 我个人比较随和 可能个雇主觉得这个不是优点 就是说你个人比较没什么原则 不是随和就看你做什么位置 看你做什么位置 所以其实我就劝语各位在见公的时候 预备这个答案的时候 当你说你的优点的时候 要是和你的工作的性质掛勾 你讲出来为的事要争取这份工 这份工 所以你必须要表现得更好一些 例如你如果是做一个文书 文员的 你当然说我的优点就是做事仔细 打字快 不会错 仔细 或者说我个人比较专注 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会focus下去 这些就和你的工作有关 例如你做营业的 顾之前你说我个人社交关系比较阔 那当然好 这个和你的工作有关 为什么要问他社交关系是哪些人 原来我在微博或Facebook的社交关系 你如果是一个 举例你是一个 建议市场推广的 你说我个人 顾有创意 我的优点是这样的 有时 我在街上看到一些东西 我会产生很多联想 诸如此类 你回答这个答案的时候 麻烦你回答的问题 与你的工作的性质是有关的 是 至于缺点呢 有些人就很老实地说 我个人比较深散 还有我常常会迟到 认识比较深散 纪律有问题 真的是 真的 我觉得我怎么聘请你 这一代是好 坦荡荡 这一代是坦荡荡 我没有骗你老板 我请你建工的时候 我说我会迟到 你不要骂我迟到 我会迟到 我告诉你 甚至以前一个建工的人 说我以前的僱主对我很好 基本上我做什么的 他都不理 会这样 有没有煲汤给你 他认为这样是好的僱主 当我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一个 你希望有一个怎样的上司 他的答案竟然是这样 不要理我 由得我 自由度很大 这一件事 当你说你的缺点的时候 优点 我现在说缺点 又说缺点 现在说缺点 他都会问你 那你的缺点在哪里 你可以考虑说一些 回答起来 其实转过头是优点的 例如我做事 一专注起来 有时就是 忘形了 忘记了减钟了 是的 这些缺点 但你又不要说得太假 有些说缺点太假了 我的缺点就是 个人比较太勤励了 这些就是太假了 所以不要用直接的词句 可以形容 我的缺点就是 做事做到老板 常常叫我放假的 那些就是勤励了 这个有关缺点 第一 原则就是不要太假 有些人就答得太假 即是说 我的人太有责任心了 这个缺点 哈哈 一听就知道 这些人我还用得 但另外你又不要太真 把你真实的缺点 说出来的时候 我怎么请你 这样 要拿捏得好 所以 圣经说 零巧长蛇 是很重要的 即是 一件事又不说大话 又不可以说完 又能够拿到份工 这是很高的技术 不是教你说大话 但你也要将心比己 当你告诉我 我个人 纪律有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将一个难题 交给请你的人呢 那我怎么请你呢 所以 这件事不是教你说大话 而是 你在答问题的时候 要有结合 还有 你的缺点 也是他的缺点 他怎么请你呢 哈哈哈哈